本剧由高端益生菌酸奶品牌 伊丽畅青特约呈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 拯救公主的都是王子 那么 万一拯救公主的人不是王子怎么办 公主 星星 你是哪国的王子啊 您的餐点来了 便当 对啊 我是个送外卖的 不好意思啊 请你先付账 不付 什么 不付 你叫外卖不用付钱的 看不起我们送外卖的是不是 嗯 画个声音一个人听到 两人分享会不会更好 好想要 装不经意邀请你好不好 碰碰碰碰哦 我的心跳 专属对你发射出讯号 把你放在我的小道 一点一点陪我到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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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的嘴角 微笑 孤独太高 哎哎哎哎 你不知道 有你存在 一切刚刚好 我来说 你怎么办 我来说 你需要的 写子 谁 在这边 就像个小道路 你不来 帮我 你不来 我来说 你不来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来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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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主根本不在意你这种幼稚的行为 你别想太多了 还是不行啦 就假装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吧 还是不行啦 我告诉你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 还是不行 老天爷 我求求你今天 江念雨那个冰块链千万不要出现 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出现 德叔了 大小姐 江先生很少迟到的 他今天是不是不来了 我怎么知道他来不来呀 我又不是跟他很熟 那厨房的东西还要准备吗 不用啦 他今天可能不来了 好的 就真的不来了 堂堂一个大男人 吻完别人之后 就当缩头乌龟了 一点担当也没有 吻完之后还不敢见面了 你 当小鬼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对不起 车子坏了 迟到五分钟 那么 开始上课吧 这就上课了 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吗 我迟到了五分钟 我会补上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是下午舞蹈课上你 你对我 翻到一百页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这样 你到底是耍酷 还是机器人啊 十四世纪 法国音乐的新风格 代表了一种 在新世纪书 你书拿反了 你真的要跟林星辰跳这个啊 本少爷只是决定 齐末舞会上跳这支舞 至于谁这么荣幸 可以做本少爷的舞伴 那还得看他们谁更努力喽 星辰已经一天没有更新力多了 他练得怎么样 我倒是无所谓 只不过万一他要个三长两短 还得耽误我换我败 周围啊 打个电话给林星辰 看他死了没有 不 我才不要帮你助攻呢 你自己打给他 去 本少爷怎么可能打给他 我什么身份 他什么身份 要打也是他打给我 不是我打给他 你干嘛拿我手机啊 我你打好了 你打给谁 林星辰 初遥 喂 初遥 你怎么忽然想起我了 那我们今天见面好不好 喂 你干嘛拿我手机啊 还我 上课时间 禁止接电话 还不赶紧看书 还不赶紧看书 喂 那男人是谁 什么男人啊 昨天晚上的电话里 有个男人在你房间对不对 他是什么人 什么男人啊 你听错了 林星辰 你最好给我交代清楚哦 为什么昨天晚上这么晚 还会有男人在你的房间里 你 郑初遥 你今天管得很多呀 你是不是吃醋了 吃醋 怎么可能 我又不爱你 怎么可能吃醋 我只是担心你的私生活过于混乱 耽误练习舞蹈而已 收起你的担心 我一直在刻苦练习 真的 当然了 那你请的哪个老师啊 没请老师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老师你不认识 反正一切都顺利就是了 林星辰 你今天 有点反常哦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我林星辰光明磊落 那个男人就是德书而已 控制狂 德书 冰块脸真的不在意 你对他来说 只是个不小心而已喽 林星辰 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嗯 当然是 不然还能是什么 做完没有 哦 哦 快做好了 德书 郑少爷来了 哦 哎 郑少爷 您怎么会来 哦 我来找林星辰 哦 那麻烦您等一下 我去通知大小姐 哎 不用 我有急事 林星辰 林星辰 哎 郑少爷 林星辰 郑少爷 大小姐 郑少爷上来找您了 郑少爷 他来干什么 雷星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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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来了 姜天宇 如果你在的话 我肯定说不清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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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去哪儿 快进去 别出来啊 星辰 星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 来 找你 要个水喝 为什么会有两杯水啊 我是女孩 我喜欢美容 我喜欢多喝水 哦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两本书呢 我跟朋友家的笔记啊 笔记 我又不跟你一样 你有一个孟希叔叔嘛 所以你就算考最后一名 也没关系啊 本少爷这叫牺牲精神 换做其他人啊 早就莫为淘汰了 你好高尚啊 哎呀 我困了 我累了 不行不行 我要睡美容教了 一口水也喝够了 快走吧 快走吧 喂 明天还要教学呢 快走 不然 我陪你一起学习啊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 需要彼此了解吗 反正我现在闲子也是闲子 不然 我们彼此了解一下啊 喂 你拿我打发时间啊 我跟你说啊 想追我的人多了 你得去找德书拿号牌 好不好 快走快走快走 我困了我困死了 喂 快走吧 李星辰 嗯 行了行了 没事了没事了 你走了 我有事 干嘛 喂 江念玉 你快帮我出去啊 江念玉你帮我出去啊 开门啊李星辰 你干嘛 李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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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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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є 啊 啊 走啊 該不會真的是睡了吧 啊 啊 欸 好 出去看看 跟着我 快 我的天啊 星辰 干什么 不都说江念宇学长 是校长派去的家教了吗 那他们躲什么 躲就说明心虚 你都没有看到那个书柜有多窄 两个人看得有多近啊 我怎么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啊 好笑 本上也只是看不惯这种假正经 当面一套 背后又一套 我喜欢的是余泱泱 你忘了吗 你吃醋了 对 废什么话梁启凡 立刻打电话订一百数玫瑰画给余泱泱 立刻 正经的 都是因为你 正主要都不理我了 我不喜欢被别人塞进柜子里边 躲一下又怎么样嘛 要不是因为你后来也把我拉进去的话 郑初遥也不会误会的 现在可倒好 喂 你去帮我跟郑初遥解释一下 大小姐 我只不过是你的家教而已 我除了给你补课之外 我没有义务对你乱七八糟的 感情生活负责 她是不是生气了 好 怎么办 哈喽 一份大可乐 一份大薯条 谢谢你 怎么了 要大型烦躁套餐 对不对 老板娘 今天那只熊 怎么好像没来啊 是啊 也不知道抽哪门子疯 说什么她心情不好 罢工一天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熊皮在那儿 明明心情最不好的应该是我嘛 怎么全世界都心情不好啊 郑初遥 你不喜欢我 干嘛天天跟我发神经啊 姜涅玉 明明是你给我惹了麻烦 为什么还给我摆臭脸 还有你啊 就是一只熊 心情不好了你还罢工 男生真的好烦哪 来了来了来了 大型烦躁套餐 星辰啊 下周啊 我们漫画店呢 要跟四叶学院动漫社合作校园推广 你看下 这是我们的宣传业 请你多多支持我们漫画店哦 去忙吧 好的 陈总 我下午还有个会议 今天就做个简单的死泡好了 陈总 您的朋友正在使用您的专属报房 恐怕您要再等一下 朋友 道理集团的股票啊 是最稳的 不会跌的 你们啊 就尽管买好了 好 陈总 谁让你来这里的 就那天吃饭嘛 你不是把卡放在桌上了吗 我想说 你这么忙 卡不用多可惜啊 我不认识这个人 陈总 不好意思 我看他拿您的卡 我 说什么呢 我当然认识你了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 都情同姐妹了 是不是啊 请你马上离开 别这样嘛 姐姐 你可别忘了 我是你们家小星辰最喜欢的人啊 对了 我听说 我们小星辰要跟郑家少爷 一起去参加周末舞会啦 真是太好的消息了 对不对啊 你别忘了 她是我的女儿 不必你费心 刚好我也做完了 那我先走了啊 姐姐 拜拜 大小姐 现在就回家了吗 我先走了 送我去儿童医院吧 好啊 需要等您吗 不用了 讲什么好呢 就讲一个 小恐龙和小灰狼的故事 星辰姐姐 你来了 星辰姐姐 你可以讲故事给我们听吗 星辰姐姐还要帮你们收拾东西 你先让小语哥哥给你们讲 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 小语哥哥就把你们 关到小黑屋子里了 小语哥哥呢 只会把不尊重别人的坏人 关进小黑屋 你们不要怕 小语哥哥 从前呢 有一只恐龙 还有一只小灰狼 他们走着走着 就忽然之间遇到了危险 恐龙呢 就冲上去 然后一定要就 喂 你是在讲高数题吗 他们两个都快打瞌睡了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美的语言叫笑容吗 有了笑容才能真正地 留在一个人的心里 还是我来讲吧 懒得跟你说 你走开 给我 来 小朋友 我陪你们 来 姐姐跟你们说呀 从前有一只小恐龙 你这只小胖 这只要你是谁 在那边 你去过 你就是这个世纪 我不能保险 我看你 你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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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是什么 我会是什么 你会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终于想通了 没错 惊喜对女人来说就是毒药 让她心花怒放 却要欲罢不能 所以用惊喜的方式来跟女孩道歉 我百分百赞成 那 惊吓呢 此周围 你给我过来 我又怎么了 我不准你跟郑厨阳说话 表里不一的女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 林星辰 好好接受你的惊喜吧 漫画店会员卡 炸鸡 薯条 意外的收获耶 想不到堂堂的林大公主居然是个宅女 库子为什么会这么紧 莫非 难道 不会是 我胖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以 不不不 冷静 这一定是女佣用了不对的习液 裤子缩水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吓死本小姐了 哦 灵星辰 你胖了 笑话了 我从十六岁开始就没有再胖过一斤 这套马书符的设计重点就在腰间的皱褶 不过他现在已经被你给撑起来了 灵星辰 时尚是不会撒谎的 你想多了 是因为我们家女佣把裤子写坏了 死胖子就不要再狡辩了 要不然我更衣间有体重秤 你敢不敢当众测测看啊 雷佳娜 这里不是猪肉店 我为什么要当众表演测量体重啊 你知道吗 只有你这种没有自信又没有控制力的人 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你怕了 我有什么怕的 看起来你最近腿好像更粗了呢 我哪里粗了 好像我在磅十斤也没有你要粗 雷星辰 相信我 不要测 看到了吧 我们家药王子说了 我根本就没胖 我怕你会压坏人家雷佳娜的秤 林大胖子啊 毕竟啊 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冰淇淋 薯条 炸鸡这些垃圾食品 你没什么资格说别人廉价吧 我一直都是吃有机食品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人眼里的公主 私底下却是一边看漫画 一边吃垃圾食品 哼 这种秘密 你还希望我替你保守多久啊 哼 不可能 你以为逃得过本少爷的法眼吗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本少爷开心啊 你的秘密在我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这种绝世金蜜她怎么可能会知道 这种事情她怎么可能会知道 难道她跟踪我 不可能 她遇见过我 也不可能啊 但如果以她的性格 她一定会去嘲笑我的 那 难道是她 为什么你个混蛋 为什么你要这样 为什么 你不要脸 你讨厌 空了 正楚药是熊骑士 正楚药是熊骑士 你还点头 天哪 被你说对了对不对 她就是熊骑士 完蛋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漫画店 我每天吃薯条还长胖 我还吃炸鸡 怎么办 你 你 你是她这一伙的 还是我这一伙的呀 我 我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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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感冒了 昨天没休息好而已 我知道 你不太喜欢人家 了解你太多私事 你放心吧 你在这儿打工的事情 我会保密的 等一下去四叶学院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啊 不用不用 我可以去 真的 嗯 嗯 那就辛苦你了 熊骑士 你刚刚是在对我笑吗 我先走了 好 请多支持 谢谢 我问一下 这里在干嘛 嗯 我们漫画屋在配合 动漫社稿活动 请多支持啊 我先看一下 谢谢 漫画屋 漫画店会员卡 炸鸡薯条 这个漫画屋 不是林星辰常去的那间漫画屋吗 太好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可以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到时候啊 他就有把柄在我手里了 林星辰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对着干 嘿嘿嘿 我先走了啊 嗯 再接什么 啊 没什么 你不要太在意药王子的话了 初遥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自私自大 自我感觉良好 诶 周伟 你说正初遥课后 有没有可能做一些什么 兼职 你不要太在意药王子的话了 肯定兼职 又半个CD都是他家的 他兼职什么 国王吗 那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秘密爱好 比如说角色扮演一些毛茸茸的 熊 熊 既然是秘密 他当然也不会跟我说 可是正初遥诶 那是单细胞生物 他还有什么秘密啊 不不不不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心中的秘密 不行的话 跟我走 来 周伟 去哪儿啊 这里好不好玩 你看着 梁启凡 你记不喜欢 小声音啊 你喜欢 是不是很紧锁 自从我发现大欣欣的秘密之后 你现在跟我说正初遥会扮演哈鲁卡丁 我都不觉得意外 啊 啊 你好猫好猫啊 叶王子 叫我熊骑士 那熊骑士啊 要不我们做好朋友好吗 难道 这是梁启凡 这是梁启凡和正初遥之间的小秘密 哎 正初遥 正初遥 你等等我 等等我 等等我 我找你有事呢 正初遥 好 如果是约我去漫画店吃垃圾的话 就免了 本少爷 对你这种穷人生活 没兴趣 哎 你 你做的那些事 我可全都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就是那些无聊的 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的事 好好接受你的惊喜吧 嘿嘿 不就是一只小动物而已吗 有这么严重吗 那 你为什么这样做啊 那当然 是为了要教训你啊 我告诉你啊 那东西还是本少爷亲自为你定做的 怎么样 喜不喜欢啊 哎呀 你这个人无聊死了 你堂堂日药集团的大少爷 怎么干这么幼稚的事啊 不怕别人笑话你啊 笑话 那东西长得都一个样 你有什么证据说那就是我做的 本少爷也只不过捉弄过你这么一次而已好不好 其他的事情啊 你就别怪在我的头上了 我拜托你啊 大小姐 什么一次啊 明明好几次啊 什么好几次啊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本少爷还有正式要忙 懒得理你 嗯 一会儿说是你 一会儿又说不是 正主要到底是不是你啊 哎 等等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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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 手环卡住了你就知道 不要动 哎 放开我 哎 哎 李星辰 想不到你是这种女人 胸肌不错嘛 我的身材可是一流的 还是你真的疯狂迷恋上我了对不对 你不过就是只熊而已 怎么熊的熊不能摸吗 什么熊啊 把你的脏手拿开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熊什么熊啊 你还真的讨厌我啊你 对 我真的讨厌你 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你的 你死了这张心吧你 哎呀天哪我都做了什么 不行 我一定要跟他聊聊 谢谢我再问问 你好 请问你有见过高高白白的熊吗 没看见 没有 谢谢我 谢谢我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着白色 黎星辰 给我一样 给我一样 我有话要跟你说 正乔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正乔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喂 喂 那个 我的事情 保密 看本少爷的心情咯 如果你还在当本少爷的舞伴期间 跟其他的男生保持这么亲密的关系的话 你呀 你少胡说八道了 我跟谁有什么亲密关系了 我 哎呀 我们很正常 还敢顶嘴咧 快点跟本少爷道歉 你 好好好 你想要我原谅你 不是不可以 但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如果 我逼你先跑完一圈的话 我还是会把你的秘密说出去哦 撞球让你无赖 李星辰 你输定了 等着瞧 好 好好好 看待你做熊骑士的时候 救过本公主一次 就把道歉当道谢了 话说回来 这个幼稚鬼如果知道 我发现了他的身份 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保护我呢 我就来测试他一下吧 熊臣 你没事吧 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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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熊臣 你没事吧 我的脚崴了 好疼啊 疼 这 这 差点被你骗嘞 林星辰 你平时不是很爱出风头吗 怎么 现在熊臣可怜了 我不是 我是真崴了 这 想用这种耍无赖的招数 赢过本少爷 你休想 我告诉你 要今天算你输了 如果你下次再惹我不开心 我还是会把你的秘密告诉所有的人 你慢慢玩 郑楚药 怎么连你也欺负我啊 我就是想要 试探一下郑楚药吗 也不至于对我这样啊 怎么办 喂 有没有人啊 来救救我啊 我的脚扭伤了 喂 郑楚药 天黑了 怎么回家啊 我好害怕 我真的好怕 我真的好怕 就知道了 没什么看 你像我…… 在这一段时间 那你对我就是 的男人 你真的好吗 咱真帆 你到底能帮我 但是仇闹 我那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啊 其实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另一个身份的时候对我别提有多温柔 多体贴了 简直就是我的歧视 你确定那个身份是他 我来那天偷拍照的照片怎么办呢 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想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 我警告你们赶紧放我们两个离开 惹到我制药集团你们就死定了 今天谢谢你 要是我恨你 你还了我的一切 这辈子 我也不想再见到 我会见到一只能够 我一定要给你 我给你帮我 我可以给你帮我 我行 我先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